哦 真大呀这个 真大这个海葵 看看能不能给它挖出来 这是一只大的沙葵 这个要能挖出来的话就够吃了 做个汤应该是问题不大 但是一般在这个水里边 这种沙纸不太好挖 试一下 这沙很结实密度非常大 哎 上来 哎呀 这个没断 这没断 这海葵长得就这么大 你看 行 这个海葵可以收着回去 做个汤可以 看这上面的是挺大的 但是下面没那么大 就长这么大 没断啊 没断 人就长这样子 这就是沙葵王的呼吸 然后撒点盐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出来 怎么样 看看能不能上来 这个还真有法 这么大个 哎呦 这么大 我去 哎呀 这也太大了 你看这个鼻子多粗 光鼻子就这么粗 让你们看下这个葵子有多大 它一伸出来的话 我估计比我馋子还长 对比一下 这个葵子多大 这也特大了 这点了 我说好久没看上这么大成的王 哎呦 这个行啊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哎呦 看这肉 满满灯灯的 全都是肉 这大鼻孔 这鼻子也大呀 看看能不能当个小指环 不行 鼻孔 它这鼻孔有点小 哎呦我去 这劲儿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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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劲儿 这劲儿力气真大呀 这个收着吧 哎呦我太过瘾了 这个 哎呦 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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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剔透的大鼻子 带走 这鼻子够吃一对的 这是一只海螺螺 挺大的 跟小碗似的 看到没 这个海螺也不能小的 最起码这海螺 得是圈内这么大 如果要是我分析的没有错的话 那个大海螺就应该是在附近 一般他们 铲完软了之后呢 他会潜到沙底 休养一段时间 他才出来 算是坐月子吧 算是找找 看看附近有没有 这一个别月螺的洞 哎呦 这个大 哇 这只好大呀 光他这个头就这么大 今天让咱们不惊饶子啊 你看看 跟拳头差不多了吧 快 给它先放水里 哇 好意识 哎呀 这海螺做梦都没想到 还能从天上飞一会儿 抱歉 抱歉啊 直接一下子高空坠落 给它摔叫呼了 哎呀 可惜了 没看到精彩的瞬间 先收着 这个带走 分金定穴 看禅山 一重关来 一重山 山中就有九家所 哪里会有唱歌王 走 看那边怎么样啊 如有雷同 纯属小河 本故是纯属虚构 哎呀 就在这附近 方圆 五公里之内寻找吧 发现一只超大的皮皮虾的洞 我新学了一个抓皮皮虾的技术 看看啊 能不能给它抓出来 这个洞楼大了 不知道里边有没有虾 看看啊 里面上大皮皮虾 哎呀 这没抓一个皮皮虾 一碗大米饭呢 真的 两个包子都挡不住 四号三百卡路里 要不你试试 接力 接力 哎呀 出来了 看出它虚子了 在这 这大的真不好弄啊 哎呀 看出眼睛了 出来了 站住站住快来 站住快来 站住快下耙子 提提些 啊 是工的 是吗 一看就看出来了 真是太活跃啊 哎 工的 工的 嗯 穿的平脚裤头 没毛病 哎呀 这把消耗体力有点大啊 没毛病 就是消耗体力有点大 没毛病 就是消耗体力有点大 我快要缺氧了 哈哈 看这个大成 这月亮倍 这个不小 这月亮倍不小 这月亮倍可以带走 今天呢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点不太好使 嗯 咱们这个分金定学 这事不能总用了 我发现 我一用完了之后脑袋疼 能看见这个小海螺的小鼻子吧 它在呼吸的呼吸孔 这个海螺现在比较聪明 它不像以前那么傻了 现在这个扁玉螺 这个小海螺 不像以前的那个扁玉螺 它在沙滩上跑 现在它都不跑了 找一个地方立刻就握进去了 这也可以带走了 小撑子 但是不大 这是一个竹节城 应该是 一点点 不大 哎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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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了 一只竹节城 竹节城它要是长这么大 就已经是不小了啊 就挺大的了 有很多朋友问说 这个扁的王和竹节城哪个好吃 如果要是说比嫩的话啊 还是 这个小竹节城比较嫩 适合辣炒 你要是说 要是比吃的过瘾 还是那个扁的王过瘾 那大肉 一口下去之后 满嘴全肉 朋友们后面已经长潮了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是张文明 有缘关注吧 下期见